这个葡萄架塌掉了 再不搞啊 整个都塌完了 虽然没有长葡萄 但是呢 我感觉明天一定会长 因为它这个足蛋已经很粗了 广州公司扩展后 来到大山生活 快四年了 有好多粉丝羡慕我的小院 可以打造的那么漂亮 其实对我而言 也就是一般般 如果有一个很适合我想要的地方 我可以打造成人间仙境 我很有把握 比这里漂亮几十倍深圳更多 这个小院没有达到 我想要的选择标准 和我心里要求的相差很多很多 因为这里的面积 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奥地理环境也不是我想要的 根本施展不开我的创作 这里属于匆匆忙忙就定下了 搞定了 这些花已经长坏了 咱们给它丢一下 丢一下 明年长得更爆 为什么会那么着急呢 这花要从头说起了 本来我是想出订云南和浙江 我去了那边找了一下 发现帮助太高了 来来回回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让本来就不富裕的我 最后放弃了这两个地方 无意中刷视频的时候 看到了雾园那里很漂亮 于是又踏入了寻找一点的途中 也是反反复复处了几次 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好朋友 他们介绍我看了一些方圆 很多方圆都是比较贵的 后来我换了一个市围 既然方圆比较贵 那我就租了一个地 自己建房子 建一个古乡古舍的房子 按照这个思路果然找到了梦境中的地方 简直是太美了 那一片空地有五千多平方 左右两边被一大片红风林包裹着 前方水域清澈是一个水库 后方是一个石头山 我很兴奋找到了村里的领导 他和我说 这里是可以住给我的自己建筑房子 他要去办理相关的手续 中间又拖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 我和村领导已经确认了几次 这里到底能不能办理相关的手续 他和我确定了几次 肯定是可以办下来的 后来他说办不下来的 如果这个地方当时住下来的 我很有把握打造成 艺术网空小院 前前后后 已经找了大半年的时间 自从看了物园那里后 哪里都看不上了 所以现在就租了这个小院 无难之下找了 夏天没食欲了 就得搞点下饭的小菜 出炮豆 这个出炮豆夏天 拌饭拌面吃 我都想欲绝 圣诗来看一下有没有食欲 我跟你也少一点 所以是这大盘 这个菜 剩给剩的是少许的 他很容易吃这么多饭 把排骨都给你了 嗯 这个适合适合 再放一点香菜 哎呦我的 这个出炮豆太适合摄影师了 酸甜口好开胃 嗯 涂浪 就是鸡蛋